美國際聯邦眾議院之後 聯邦參議院也通過防止維吾爾人 強迫勞動法案 將會禁止涉及強迫勞動的新疆 產品流入美國市場 這項法案將會在美國總統 拜登簽署後生效 另外美國財政部也宣布 要將八家的中國科技公司 列入投資黑名單 其中包括全球最大民用 無人機製造商大將創新 為了抵制中國侵犯新疆人權 防止維吾爾人強迫勞動法案 獲得美國跨黨派議員的高度支持 繼聯邦眾議院後 聯邦參議院十六號也無意通過 將禁止涉及強迫勞動的新疆 產品流入美國市場 預計總統拜登在近日簽署之後 就會生效 法案內容表明將設立一個可反駁的推定制度 企業將提出明確而且令人信服的證據 證明來自新疆的進口產品 並沒有涉及強迫勞動生產 否則一律禁止進口 受到衝擊的主要商品將包含了紡織 斜靴以及機電商品 美國財政部也開砸 將包括無人機製造商 大江科技等八家中國科技公司 列入投資黑名單 因為這些公司涉嫌參與監視 維吾爾穆斯林少數民族 當然也引起了中國的反彈 美方的行徑 嚴重破壞市場經濟原則和國際經貿規則 嚴重損害中國機構和企業的利益 中方對此強烈不滿 堅決反對 我們敦促美方立即糾正錯誤 中方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堅決維護中國機構和企業的合法權益 從抵制北京冬奧到制裁中國企業 美國對抗中國的外交行動一波接一波 中國態度也依舊強硬 美中緊繃的關係 似乎還看不到緩和跡象 記者郭彩英 陳昌維 整理報導